怎麼不見了 快點大叔找一找 主題找一找 主題找一找 音樂一下 副市長邱佩玲 與政策推廣大使楊寶貞 和幼兒園小朋友 一起動感唱跳 為即將在8月3號登場的 親子同樂一同去放假活動 大力宣導 照顧小朋友 愛顧小朋友 是我們最大的希望 我們希望彼此這樣的理念 跟最好的 不管是中生幼壇 任何單位來結合 讓基隆的小朋友 可以生活在一個 很開心的環境 市政府自力於打造 親子油漆空間 和親子活動 分別在 信義中正中山 七篤結安樂區 打造室內兒童樂園 8月3號 更是邀請到 親子偶像天團 幼兒家族來到基隆演出 希望讓小朋友 在歡樂中成長 中生幼兒台 是在我25年前就成立的 當時我記得 我有一首參與 所以感情也特別的深 到現在也是全台灣 最棒的一個兒童的電視台 很開心 我們可以請他過來 那這回希望藉由 發票去兌換的方式 讓每個小朋友 當你去開觀賞的時候 同時你也知道 這個愛心你有參與 你把這個發票 捐贈給慈善團體 事實上 可能因為他們會 重大獎而幫助到他們 由愛心跟稅務 跟這個很好活動的結合 是我們稅務局 最初的初衷 爸爸媽媽帶著小朋友 一起來歡樂 那也歡迎所有市民好朋友 還有全國的 很多人會追星 追阿奇偶像 一起來文化中心 就是我們的演藝廳五樓 民眾只要捐出 七月或八月紙本發票四張 或者雲端發票兩張 就可以免費兌換入場捐一張 每人獻兌換四張 而所募集的發票 將全數捐贈公益社福團體 記者黃少民基隆報導